男子不但为了省瓦斯把锅子搬到户外 用木材烧开水 就连轮椅塑胶椅也全堆到户外 至于室内也好不到哪去 不但本该洁白的墙壁成了灰黑色 东西也是随便乱放 看得出来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但现在有个比家中经济更让男子苦恼的事情 就是两个儿子为了改善家里状况不知取向 他们有这个勾断 他们要去基督赛 商业去四月五月六月 差不多两个多月了 考量陈信兄弟不无可能遭受诱骗前往 所以人口放映案件处理 本分级将积极查询 陈信兄弟两人下落 也将持续协助家属连续两人 家住华联吉安55岁的陈先生 因为家中经济拮据 三个小孩都辍学工作 今年三月大儿子和二儿子告诉他 要到柬埔寨赚钱比较快 便在三月八号起程前往 从此应许全无 由于爸爸亲友告知 很多去柬埔寨的人被迫贩卖器官 加上听说两人欠债六万 担心兄弟俩掉入人蛇集团陷阱 周六跑到派出所报案 我们派出所是有接过他们父亲的一个通知 说有联系这两个兄弟 但是然后因为他们没有提出确确的一个事证 然后我们本分级还是依相关的传闻 然后来做处理 就怕两名被害人跑到柬埔寨成了迪亚 因此即便被害人爸爸有告知 已经跟被害人联络上 远警仍没有放松 正办力道 直到确认他们真的安全为止 民事人赵永博 我来报道